今天继续来玩觉醒之战 排位咱们现在就不参与了啊 快过年了 要开心嘛 三斤墨 各种喷各种生气 眼不见为净 既然是强化版的 那出装一定要与众不同 嗯 就像这样 出门就无尽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牛皮 以前就知道关羽的冲坎能劈出来三刀啊 现在才吃到 原来是可以暴击的 这可是让我解锁了神仙玩法 不顾一切 暴击一刀流归宿玩法 前期猥琐不搞事 专心打经济 无尽出来了 看看效果 李白 李白 这个好啊 哎呀 这都不死啊 看来没名文就是不行 名文不够 装备来凑 赶紧发育一下 一把无尽明显不行啊 马可很有想法 要收割我了 他来了 哎 你动一下大哥 不是 船来了 这哥们反射符有点长啊 接着发育 发育才是王道 我今天倒要看看我究竟能打出多高的暴击 现在是两把无尽 嗯 不错 这边的关羽伤害相当高呢 他大招没了 一技能刚才也交了 李白来了 那他完蛋了啊 站着别动 我一刀 4800的暴击 哦 看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哦 这才两件输出桩了 一刀就暴击4000了 再来一刀 哎 怎么还不到4000呢 这个暴击有点不稳定啊 试试这个安琪拉 哎呦 太过5000了 刚好第三把无尽能买了 暴击上线这个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在关羽身上发生啊 今天咱们就来试试 最终究竟能打出多少暴击伤害呢 炮军出货 暴击最高能到7000多点 不过呢 既然是不顾一切的暴击流玩法 那就不能局限于在这么点暴击伤害 现在是4把无尽一破军一斧头 完全归宿 跑得极慢 明文零 不过咱们就不需要一速 这才是不顾一切啊 那么伤害究竟有多少呢 不对不对不对 6000多不可能是我的真实伤害啊 今天就打破暴击上线 让关羽一刀破万 如果能做到了 那一刀可比凯黄更直接了啊 要知道在强化模式里 凯黄也达不到这个高度 果然达到了 打人又有什么效果呢 来了李白 一刀6000再来 关羽一刀9200 不行不行 破万暴击啊 9999都不算 再来 马可我求求你了 你赶紧去死吧 果然 完成了兄弟们 此时此刻应该扣破666啊 大家看 李白此时在打蓝 看到我残血 他肯定要突进过来 然后我迎头一击 直接反杀 帅不帅 干他 我就问一刀一万 做没做到 刚才只是一个反变教材 你还敢照我图反了你了 如果过年期间呢 到正式服带着名文 大家拿着关羽试试 应该能达到 一万二的暴击伤害哦 那过瘾程度 可是超越凯黄的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